这颗六月雪经历了曲折的故事 2019年从广东嫁到昆明 当时我刚学盆景 第一次剪云片 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六月雪 一年后 一位大哥看上了他 不计成本八台大轿把他接到了山东 无奈大哥后宫家里三千 受到冷落 再说难免 之后这位大哥整顿后宫 直接将这颗六月雪发配边疆 又回到了云南昆明 阔别两年 看似物是人非 使者别来无恙 再次回归 又是新的起点 从这颗六月雪上就能看出 无论是人还是树 本质非常重要 即使经历了再多磨难与挫折 只要重新调整细节 很快就能回到之前的状态 每棵树都有缺点 发挥优势补助缺点 和人也是一样的 很多朋友希望我多发一些成品的视频 但我认为 新手朋友应该多看素材的制作和半成品的修正 这种成熟度高的盆景 看着好看 但和新手多少会有些距离 因为有些造型是不需要做的 心中有景 定时为虎 时间到了 自然成熙 自己不经历 永远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你希望看到什么类型的视频 留言区告诉我吧 这颗失而复得的六月雪 你喜欢吗 我是李香璐 点个赞 我们明天再见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金豆 它有刺 叶子大 生长满 刺很厉害 每次修剪都会受伤 而且很疼 叶子病虫还有多 心枝条要两三年成的木质花 可以说满是缺点 但是喜欢金豆的人却很多 价格还贵 如果是个瓜豆 也就是脱脱 甚至可以卖几大钱 难道金豆有后台为它撑腰吗 有可能是寓意比较好 名字有金嘛 而且和橘子是亲戚 叶子有橘子的香味 还有急的谐音 也有可能是挂果时间长 金色的果子比较养眼 加上下山桩发芽就能开花结果 即使不会做造型 都能看花看果 金豆好桩不多 一个形态变化大的小妥妥 那是要抢够的 就像这颗 枝条留得很随意 桩有点造型 挂了几个果就算是好的了 当然我看不下去 必须修解 断口长了很多枝条 都在一个高度 这样下去会越长越难看 挖掉一边流出过度 另外一个主干也是同样的问题 挖出斜口确定枝条方向 金豆的伤口愈合能力很强 贴上锡纸 一年时间就能基本愈合 如果想要过度自然 估计得五年以上 现在苗胚的金豆越来越多 希望价格能够降下来 对于金豆你是怎么看的呢 点个赞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